除了出去玩 大家想到母亲节应该就想到要送康乃馨 对不对 但是呢因为今年遇到了旱灾 所以呢康乃馨减产了三三成 进口花财也因此而增加了 我们来看到像是嘉义的花店业者 虽然成本就增加 可是因为担心消费者会却步 因此不敢涨价 不过另外也有人选择送纸钞 做的有钱花来送给妈妈 如果是用2000元的纸钞来制作的话呢 一朵就要价1万元 拿起2000元纸钞 从中间捏起固定 再将两端的部分往外卷 然后一片一片做出层次 一朵纸钞做成的玫瑰花就可以完成 这样一朵需要五张钞票 总共1万元 在母亲节送给妈妈有钱花 它是用玫瑰花的花瓣的花形下去做的 然后每一页都是用手工的方式下去做 然后总共就是一朵花会有五个花瓣 对就是五张钞票 有钱花可以放一辈子做纪念 代表对母亲永远的爱 也有不少人选择应景的康乃馨送给妈妈 花店最近就主打母亲节 店门口的花也是以康乃馨为大宗 但今年比较不同的是 台湾受到干旱影响 康乃馨减产三成左右 进口的花财因此比往年来得多 是疫情的关系 飞机的运输 运费就涨价 所以今年成本就比较贵 台湾又有台湾国产的又遇到旱灾 然后价格也不便宜 所以今年的看来性都比往年成本都还要贵 花店业者进货成本提高 卖价却不敢涨 目前国产康乃馨一只15元 进口一只25元上下 消费者也因此可以不用多花钱 就能送上康乃馨向母亲表达谢意 记得张俊荣嘉义报道